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阿尔梅里亚主教练弗兰费尔南德斯是我刚到B队时的主教练 他到一队帮助球队保击之后 我也跟着他去一队去完成保击任务 他对我非常欣赏 也很信任 所以给了我在国王杯表现自己的机会 但由于西里有外援名额的限制 我还需要更加努力 比赛中你的跑动距离狙全队之手 是想证明自己吗 林良明 主教练选择相信我 让我首发上场 所以我要证明他的选择是正确的 而且我也希望比赛结束后不给自己留下遗憾 所以就更拼 在国外的时候 你和97国卿的小伙伴会经常会沟通吗 林良明 我和张玉宁经常沟通 之前张玉宁在维特斯的时候 我们经常一起过圣诞节 知道张玉宁在亚运会受伤了吗 林良明 由于赛季初期训练压力大 亚运会国组比赛时间基本都是我的训练时间 所以没有看比赛 但我很留意战报和新闻 也知道他受伤了 希望他早日康复 去年你因为受伤 错过了升一队的机会 养伤期间你是如何赌过的 林良明 当时错过之后还是比较失落 但弗兰教练一直鼓励我 和我开玩笑说 我怎么还不来训练 我自己也逐渐调整心态 耐心康复 尽快回到了赛场上 与国内或者国清队的训练相比 在黄马和阿尔梅里亚的训练有什么不同 林良明 西班牙更注重脚下 非常追求控球权 所以偏脚下球和战术训练 在西班牙踢球 感受和收获是什么 林良明 感触最深的还是西班牙浓郁的足球氛围 西柄 也就是西班牙第四级别联赛 其强度和赛事组织的职业程度都值得称当 黄马今年新人 埃尔莫索 就是从西柄直接跳到了西甲的西班牙人队 然后今年回到黄马一线队 它是我奋斗的榜样 今年是你留阳的第四年 对未来有什么规划 林良明 我的目标还是留在西班牙 然后努力踢上西甲 你与张玉宁 胡靖航 杨立瑜并称为97国卿四小天鹅 杨立瑜和胡靖航在中超站稳了脚跟 对于刘洋你后悔过吗 林良明 不后悔 我还要在西班牙努力实现自己的目标 近期会考虑回国吗 林良明 我黄马还有两年合同 我的违约金是一亿欧元 我想无论从哪方面讲 近期回国都不在我的计划中 错过西丁克在趋近的考察 一不遗憾 林良明 有些遗憾 但我认为西丁克教练会给每个球员展示自己的机会 所以我还有机会 怎样看待西丁克担任国奥主帅 林良明 西丁克是世界级教练 他带领许多队伍 打出了很棒的成绩 我觉得他一定能给我们带来更先进的东西 内心期待进入国家队吧 林良明 我的内心是非常期待能再进入国家队 作为一名中国足球运动员 为国效力是一名球员最光荣的勋章 只要国家需要我 我就会努力去拼 每一场比赛都将自己最好的状态带到国家队 尽可能帮助球队实现目标 所以只要国家队召唤 我一定会全力以赴 西丁克认为中国U17只有四五人可用 你觉得自己能达到他的标准吗 林良明 我会尽力达到西丁克教练的要求 现在赛季刚开始 我会尽快调整自己的状态 随着比赛的进行 我相信我的状态会越来越好 希望能达到他的要求 我相信请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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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